到今年6月1日,美国的债务会不会出现违约呢? 最近这几天,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是非常着急的, 他不断地和国会两党两旧发出警告说, 如果两党部赶快达成协议,调整美国债务上限的话, 那么到6月1日真的就大限将至了。 实际上,今年1月份,美债的总数就已经达到了31.4万亿美元的上限, 只不过美国财政部通过一系列的技术手段, 或多或少给美国又淘汰回来一点救命钱, 使得美债危机被延续到了现在, 可是耶伦说,到6月1日如果这个上限再不打开的话, 那对不起,美债就真的要违约了, 美国政府手中一分现金都没有了, 没法开工资,没法付军费, 没法付利息,没法搞基建了。 但是美债危机的解决似乎也非常的容易, 并不需要美国搞什么刺激经济的政策, 也不需要美国老百姓赶快埋头苦干, 只需要美国国会两党达成一个协议, 把这个借债上限打开, 允许美国再多借一点钱就可以了。 换句话讲,相当于我们作为一个个人, 你的信用卡刷包卡了,达到上限了, 给你5万额度,你通通花光了, 现在你要做的是打电话跟银行沟通, 你能不能把我这个额度调高点, 调成7万,调成8万, 你要是不调,对不起,我就倾家荡产了, 到时候我一分钱都还不起你, 我个人破产了, 你这个债根本就要不回来, 所以作为银行,你最明智的选择, 不是现在就跟我追债, 而是把我信用卡上限提高, 让我可以借新债还旧债, 这样兴许有一天, 我还能把这个债通通还光, 事情确实就是这么简单, 而且在过往几十年的时间里呢, 美债上限被打开了几十次之多, 所以很多人都讲, 这是民主共和两党在利用美债炒作选情, 他们实际上在党争, 他们要通过美债这个事儿, 给自己的党派获得最大的利益,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, 实际上十几年来, 早就有人提出过建议, 说美债干脆把这个上限取消掉算了, 由于你有这个上限, 每隔一两年, 国会两党就要炒得不可开交, 美债虽然从来没有违过约, 但是由于有这个上限的存在呢,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说, 美债要违约了, 这对美国信用不一定是个好事儿啊, 既然美元是美国政府印的, 美国政府想印多少就印多少, 为什么要给他设定一个债务上限呢, 把这个债务上限拿掉之后, 是不是从此国会两党不需要再炒了, 也没有人担心有什么美债危机了, 只要你想借款, 你就打开印钞机嘛, 那么是不是美国的债务, 美国的国家信用就能得以维持呢, 表面上看呢, 这似乎是个很好的解决方案, 但实际上对于一个人而言, 我们都知道, 你给他一张可以无限透支的信用卡, 他的经济生活一定是一塌糊涂的,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, 如果你对他的借债不设上限的话, 那真是不知道他要借到什么状态去呀,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看另外一个不设举债上限的国家, 日本, 日本的相关统计部门呢, 公布了截止到第一季度, 也就是今年三月底, 日本的官方负债总额, 这个数字达到了1270万亿日元, 已经是日本GDP的2.5倍之多了, 是的, 我们说美国借债已经占到了美国GDP的1.3倍, 但好歹美国人还设了个上限, 不会让他们的政府疯狂的无限的借款, 日本可没有上限呀, 所以自打30年前日本经济停滞开始, 这30年来, 日本政府一直是债台高筑, 慢慢的债务从占GDP的60%, 80%超过GDP, 以至于到了今天2.5倍之多了, 这实在是个很惊人的数字, 如果把日本政府比作一个人的话, 他都够破产三次的了, 长久以来我们经常说, 过往30年呢, 日本经济是停滞的, 30年前的1990年代, 一个普通日本人一个月的工资就有二三十万日元, 接近两万人民币之多, 30年后的今天, 日本普通人的工资几乎没有涨过, 当然了, 日本物价也相对维持平稳, 所以很多人说, 日本是已经达到了彻底发达的状态, 你已经发达到头了嘛, 所以你的工资不会涨, 你的物价也不会涨, 日本人可以幸福的生活30年, 可是大家看看, 真正维持日本幸福生活的是什么, 一个经济体它不增长了, 逆水行舟, 不进则退, 它怎么可能永远的维持停滞呢, 日本这种停滞的状态, 实际上就是靠不断的债台高筑保证的, 上世纪90年代, 日本经济如日中天的时候, 它是没有这么多国债的, 可是后来的30年, 日本经济一直停滞住了, 为了维持生活, 它就只能不断的借债, 泡沫太大了, 终有破灭那一天啊, 有很多人说, 从债务比例上看, 日本是美国的两倍啊, 为什么美国老有这个债务危机, 而日本几乎没有呢, 这当然是有一定原因的, 首先东亚民族相对于西方啊, 更喜欢储蓄, 美国人是典型的银吃猛粮, 从个人到企业到政府, 都是靠借债过日子, 大多数美国人手中说实话, 拿出几百美元的现金都很困难, 所以股神巴菲特, 前两天开股东会的时候, 还告诫全世界的青年人, 除了房贷之外, 最好什么借债都不要有, 信用卡的利息是很高的, 粘上去你就脱不了身了, 我觉得巴菲特这个警告, 更多的是给欧美青年人的, 因为相对而言啊, 东亚地区的储蓄率是很高的, 尤其是日本的中老年人, 他们青年时代的日子相对还是比较困苦的, 他们靠着辛勤工作, 保证了日本的经济腾飞, 赚了很多钱的他们呢, 有很强烈的储蓄意愿, 所以即便日本政府借了这么多债, 但是整个日本的民间相对还是比较富裕的, 任何外来资金想炒作日元, 做空日元来发财比较难, 而另一方面呢, 过往30年, 日本经济虽然是停滞的, 但好歹日本制造业还维持了持续发展, 日本的电器, 日本的电脑, 日本的汽车, 日本的高科技产品, 在过往30年, 虽然市场份额越来越萎缩, 但整体而言还是维持了庞大的基数, 再加上日本政府手里实际上还是很有钱的, 日本政府有过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, 到今天日本也是最大的美债持有国, 所以手里有钱心里不慌啊, 其他的发展中国家, 如果是日本这样的债务水平, 那恐怕早就被外来资金激得崩溃了, 但是由于日本家底还比较厚, 所以没有给外来资金机会, 而且还有一个事很重要, 那就是利率问题, 今天美国的基准利率是多少? 5%以上啊, 这个数字太吓人了, 为什么? 存款利率都5%, 大家可以想见一下贷款利率有多少, 银行不是慈善机构, 银行是靠存贷差过日子的, 所以大家可以想见一下美债的利率有多少, 当然此前几年, 由于美国处于一个低利率的时代, 所以美债的总体利息不高, 可是现在基准利率都5%了, 美债利率得高到什么状态, 尤其是美国政府根本没有钱, 还着超过31.4万亿美元的外债, 他只能借薪债还旧债, 你借薪债的利率是比旧债高得多得多呀, 所以我们讲夸张一点说, 如果美国这些债务都按5%的基准预算, 一年还利息就接近2万亿美元, 是他军费的2.5倍呀, 因此美债最大的危机都不是他还不还得起本金, 而是美国那可怜的每年几万亿美元的财政收入, 够不够还利息呀, 日本则几乎没有这样的困扰, 为什么, 长久以来日本国内不是通胀, 而是通缩, 所以日本的利率是零, 甚至负利率, 这使得日本国债的总数虽然非常非常庞大, 但是呢, 日本政府却几乎不需要为他这个国债偿付多少利息, 每一年只需要借薪债还旧债, 不断的把债务总额累加就得了, 因为你的基准率是零啊, 国债的票面利率都低得可怜, 所以你几乎不需要还利息,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去年当美联储疯狂的十次加息之时, 欧美很多国家都跟着加呀,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如果不加息就面临被美国收割, 可是日本政府到今天都没敢加息, 两个原因, 一方面你加了息之后, 这庞大的国债怎么还呀, 以往利息是零, 你根本就不需要操心, 现在你哪怕把利率调整0.5%, 大家想想这一年的利息就有多少, 而另一方面, 日本国内本来就通缩了, 你在加息, 日本经济不就得崩溃吗, 美国它通胀, 欧洲它通胀, 它有这个加息空间, 日本可没有啊, 日本可没有啊, 当然, 以往每当我们谈到日本政府有庞大的负债的时候, 就会有人站出来说, 大家别担心, 日本政府不单是藏富于民的, 日本政府甚至是藏富于海外的, 在海外日本企业有大量的投资, 可是实际上, 这个谣言我们早就多次跟大家探讨过了, 日本企业在海外有没有投资, 有, 但总体加起来, 也不过日本一年GDP的量, 大家别忘了, GDP是增量, GDP是日本老百姓每年新创造出来的价值, 而所谓的日本企业的海外投资, 那是过往几十年的存量, 几十年你也不过就是一个GDP的量, 这相比于你的国债, 妥妥的是小屋见大屋啊, 换句话讲, 日本财政的危机, 那是每况愈下的, 尤其是当泡沫大到一定状态之后, 它会有砰爆掉那一天, 三十年前, 日本债务占GDP的比例很小, 所以日本可以每一年借债, 维续现在的生活, 可是今天, 日本债务已经占掉了GDP的2.5倍之多, 它还能再借多少年呢? 一方面, 日本经济实际上已经遇到了大麻烦, 在过往连续两年的时间里, 日本都是贸易逆差, 很有可能日本扭转不回来了, 以后长久的日本都是贸易逆差, 作为一个贸易一国的国家, 作为一个资源匮乏的工业国, 贸易逆差了, 说明你赚不到钱了, 每一年你还得往外多花钱, 那这个钱从哪来? 只能进一步债台高筑, 尤其是我们看到了, 这些年来, 不单日本的电器, 日本的电脑, 日本的高科技产品不好卖了, 甚至日本的汽车, 也面临空前的危机, 这个危机真的是很吓人的,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, 但罗马真的有可能在一天之内倒掉, 看看我国市场, 大家就心知肚明了, 法系车, 韩系车, 已经几乎一点市场空间都没有了, 下一步就轮到日系车了, 当全球老百姓都意识到了, 电动车才是未来的时候, 那么还会有多少人去买燃油车呢? 日本现在面临的大败局就是, 他眼睁睁的看到五年之后, 十年之后, 将没有燃油车的市场, 日本经济的支柱汽车产业, 将在十年之内彻底垮塌, 但是他没有任何解决的方案, 而且由于每个人都看到了这个前景, 所以呢, 日本汽车产业垮塌的速度, 绝对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得多, 那么失去了汽车这个支柱产业之后, 日本经济还剩下什么呢? 到那个时候, 日本经济还要进一步举债吗? 当他的债务占到了GDP三倍, 甚至四倍之多之后, 他的债务还发得出去吗? 那个时候会不会有海外资金疯狂的去收割日本呢? 毕竟你这样的债务水平在全球都是罕见的, 而你和美国又不一样, 人家美国有印钞机, 大不了美国可以拿白纸印出美元来还债, 可日本你拿什么还呢? 日本下一步的问题就是, 疯狂的债务会掏空整个国家的经济基础, 而与此同时, 我们看到日本政府不但不考虑解救经济的问题, 反而更加的穷兵独武, 俄乌战争之后, 日本政府宣布, 他们未来要大幅的提高军费, 把军费提升到占GDP2%以上, 达到北约标准, 日本甚至要大量的从美国购买武器, 购买爱国者导弹, 遍布日本列岛, 日本甚至叫嚣着, 要趁俄罗斯无暇东顾之机呢, 去武装夺回北方四岛, 为什么近来日本变得如此好战? 有人说是乌克兰战争的原因, 其实不完全是这样, 历史上往往一个国家经济遭到了重大困难, 它已经走投无路, 无药可医了, 没有任何办法提振经济的时候, 有的野心家就考虑要祸水东引了, 就考虑要发动武装冲突, 以转嫁国内矛盾了, 实际上上世纪30年代, 日本为什么要开始全面侵华战争, 就是因为20年代末的全球大萧条, 使得日本经济面临崩溃, 再加上大地震的打击, 日本野心家觉得它只有向外拓展, 生存空间才能转移国内矛盾, 使国内经济重新发展起来, 所以我们要警惕的是, 当日本继续债台高筑之后, 当日本经济望下沉沦之时, 这恐怕是又一轮不稳定的开始啊, 照理拍案,本回书着落在此,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,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。